怎么会是生死瓜 上生下死 爸爸的瓜相竟然是死下 而且现在半年后 也就是说 爸爸只有半年的寿命啊 谭子怎么了 去院去院 怎么样 各位参加会诊 确实没办法 但是跟之前一样 身体各项指标正常 血项正常 就是差不出名医院 你医院专家干吗吃的 治个孩子治不好 我告诉你 团子今天要是醒不过来 你医院别干了 杰斌 别波及无辜啊 我问你 你去团子房间的时候 是不是看见铜钱了 看见了 这孩子 他竟然用了血管 血管有什么东西 他为你算命 遭到反噬了 喂 这帮助文医圈 反应了 算了 什么都行 血管很凶险的 必须要靠 完成别人的心愿 积攒功德才能发解 这些小事啊 你要是不想做好事 也可以啊 还有一个办法 真的吗 让他去给温锦当杆 当 告诉我温锦当得 跟你们什么好处 你跟团子本来 就不应该有交集 我都捐了一个眼 纪炎斌 这次捐款是没有用的 我没想到他会为你动用血挂 所谓血挂 就是以血为硬 强行窥探天机 团子为你补挂的时候 你身上的煞气 入侵了他的体内 现在只有你身上的煞气 削弱了 团子才能醒过来 那你告诉我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给你倒完事干嘛 当然是帮助团子醒过来啊 帮助小学生啊 啊 这能不能够他扑 有没有法办事啊 不是 这个小学生 他的心愿值达五百呢 懂什么呀 小朋友啊 你怎么了 小大师 我经常做噩梦 梦见我妈妈 被困着一口井舟 你妈妈她 我妈妈三年前就去世了 你能不能跟我详细地说一下 你这个梦啊 好 小朋友 你妈妈有没有留下什么物件呀 这是我妈妈一直戴的手表 有用吗 有用 什么 是击煞锁魂阵 点击下方观看完整版